HELLO 各位 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今天呢 要帶來的是 沒有錯 夸克的解法 來 各位 我就問你 今天呢 你在打牌位的時候 差不多你打到 S 開始應該就有了啦 差不多從S牌開始 然後一直到璀璨牌 你有沒有發現 大家很愛Ban一隻角色 叫做 大象 然後呢 他們很順手就會拿什麼 夸克 尤其是夸克 超噁心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打你 對 今天呢 對方的Ban腳很聰明 他直接Ban掉了大象 因為他們是什麼 藍方 他們首搶 所以他們Ban大象 那他們首搶夸克 哇 這下午沒有大象可以解 怎麼辦 那你自己身為一個射手位 我又看到了 哇 對方出了薇拉 二技能親你一下 有沒有 他夸克勾到你 你基本上就要死了 薇拉就直接二技能 然後 你就動彈不得 就爆了 對 這個時候 超級無敵 冷門角 基本上 現在射手超少人在出他 拉維爾 就來了 我跟你說 拉維爾這隻角色 其實真的很尷尬 為什麼 因為他要前期沒前期 他要後期的話呢 比不上那些很強的後期大射手 瞬間爆發 對 就是這樣子 像現在呢 緊 像對方顯得就很好 緊現在不僅是 你自己看職業聯賽啦 緊現在 在我們GCS的職業聯賽 勝率超高 超長出 他前期強 後期超痛 有沒有 滾一下 砰砰兩槍 你的前排 喔靠 承受不住 如果是後排的話 半血就沒了 那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拉維爾今天 怎麼樣來去 夸克 唱說 夸克 有點噁心 Let's go 然後呢 你在對線時期 我個人認為啦 就是 拉維爾在對線 其實沒有到 非常的強 他就連亥犽都打不贏 就連亥犽都打不贏 然後 更不用說什麼 禁 小丑啊 這種前期超級強勢的角色 所以呢 你基本上啦 好不好 前期就是盡量 這樣call你的輔助來 那 叔叔因為 要怎麼說 如果我今天在比較下面的場次的話 我不推薦你玩 但是如果今天是在 可能到 璀璨 像叔叔現在拍片的這支帳號 是璀璨的小號 然後 我覺得從差不多S排 就會有隊友會理你 因為之前有觀眾說 叔叔 你教的一些那個 譬如說上次我們教地圖關 我們拿那集來說 就是 他說 叔叔你教的那個地圖關 有時候對於一些低端來說 沒有什麼用 因為 我有看地圖 我知道隊友在 其他人在哪裡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隊友不會看 後來發現 看好像真的 有些角色好像對於在 要怎麼講 就是一些特殊的場合不太適用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今天要出這支角色的話 通常啦 在 S排以上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會有一個相對的康性 那我意思嗎 到上面來說 就是排位越來越上面 你的那個角色的康性 就越來越重要 Counter Picker就越來越重要 OK 那在 譬如說比較下面的時候 那你就是玩你自己會的角色就好了 那我們這邊呢 配合薩妮 你看 你可以看到 我的薩妮就是前傑一直幫我 然後他的推 very good 這個 布萊克福斯特 I just send me one go 不不不不 不不 不不恰恰恰 不這 不不什麼蛙勾的隨便 然後反正呢 他就是 這裡就是 很聰明 要跟我打雙人線 因為他知道我前期對不贏 然後呢 再加上 來我跟你說 但是夸克對我來說 完全沒有想法 他不可能會勾我 他不可能會勾我 為什麼 因為 我的ID 不是 因為 我的二技能 絕對反應得到 拉位的二技能 就是為了這些角色而生 夸克一勾 勾下去 抱歉 我直接按二技能 反應就來了 直接擋住 他可以直接擋住 霸體 然後呢 拉位的現在有一個 小小的 算Bug吧 小小的算Bug吧 就是 以前他不是 按二技能的時候 會無敵一次那個敵方招式嗎 就是他後來把他拔掉 他後來把那個無敵拔掉 變成霸體 但是我後來有幾次嘗試之後 我發現拉威爾在按二技能的那一瞬間 你其實會無敵 我沒有在跟你吼喬 就是他把那個無敵改掉 但是我後來發現 他在按的那一瞬間 各位你們有發現我 就是我後來測試了幾場 我發現 幹你怎麼會這樣子 就超奇怪的 就超奇怪的 但是呢 盡量不要用Bug玩遊戲啦 所以呢 我就是 除非敵方今天 二技能在勾我的時候 我才會再做使用 那這邊直接一個大絕 然後讓熊貓進場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 點點點點點 OK 點到底 發現他不太行了 就趕快出來 反正你就記得 射手衛 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是這種偏弱勢方 記得跟隊友打配合 然後call你的隊友來 那 如果你今天可能是在 比較下面一點的排位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玩自己可以發育的角色 譬如說 蘇啊 譬如說那個什麼 那個小丑啊 然後 之類 然後你看這邊有沒有 威拉 然後 沒辦法 他想 Kiss我 你懂我意思嗎 他想親我 沒有用 我二技能直接給他按下去 直接擋住 然後我沒有辦法 敵方派三個人上來 通通被我們截掉 然後再來就是 拉威爾的大絕 我跟你說 我以前會用描的 就是我會拉地圖 然後用大絕用描的 然後描那個準型 後來我全部都 我完全不會 後來我不用這招了 後來我都直接 直接用用這種 像我剛剛這樣子 直接用大地 小地圖一半 真的 我後來就直接這樣子用 我發現準度更準 真的 你們下次自己去看 試試看 反正拉威爾這隻角色 他有一些 因為我以前很愛玩 我以前那個時候 跟那個誰 班尼去打神聖賽的時候 那時候我man拉威爾的 然後 我超級愛玩拉威爾 然後後來就削弱了 對 後來我就沒玩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反正呢 那是一段 那另外一段 然後反正那時候 我自我我有研究 拉威爾一段時間 然後 後來玩拉威爾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一些 他有一些 特殊的點 然後就像我剛剛說的 那個bug 我建議官方可以秀一下 因為 有幾次我遇到的時候 就是蠻幹的 就是譬如說 對方 那個 拉威爾幹他死定了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的二技能 只能擋 他只能擋霸體 他不能擋傷害 結果那個傷害 還是一樣被他給吃掉了 就是他開的那一瞬間 OK 前期配合隊友 打得很順 那 我跟你說 你今天如果是一隻 後期角色 後期射手 前期很廢的那種 然後你是一隻後期射手 哇 我在前期的時候 過得這麼舒服 所以你就知道了 隊友是很重要的 你懂我意思 你為什麼 爬不上來 為什麼 很多朋友都問我說 叔叔 為什麼我爬不上去 因為你沒有我的隊友 不是 不是啦 就是 沒有 我跟你說 你還是不要怪隊友 就是你盡量先用自己的 像我 叔叔也是單排 但是你就是單排到一定程度之後 你就會遇到 會玩的隊友 OK 那我們剛剛一樣 就是直接 有沒有 大地圖 直接射過去 超級無敵尊 然後二技能 記得喔 扣著 扣著你的二技能 給夸克 給威拉 你就扣著 他就不敢出勾 他就算出勾 以叔叔 快要28歲的年紀 我也反應得到 好不好 然後這時候 夸克 心態暴 心態暴王 是什麼 心態炸了 心態炸 然後再來是 我們還有一顆零雙 他要拿我們沒有辦法 OK 他拿我們沒有辦法 OK 我們這邊呢 他說他要隨便打 隨便打 OK 那我也隨便打 哈哈哈哈哈 沒有 我們這裡就是 他心態炸了 大家不要這樣子 OK 大家不要這樣子 然後 他們就是吵架了 然後不干我們事 然後我們就自己打好自己的 OK 然後我們這邊呢 一樣 看一下 看一下敵方有什麼招啊 我們這個射手直接死掉了 然後我們這邊開個二技能 然後夸克很想勾我 那我們這邊就是躲在這個 小小的這個什麼 兵線後面 有沒有小細節 然後這邊直接把敵方給打拆 然後偷點一下塔 然後再往後拉一下 然後隊友直接衝進去 然後我們這邊呢 幫他輸出 因為他在扛塔 然後反應不太行了 就趕快撤退 打法就是這樣 射手就是這樣 記得 隊友在幫你扛的時候 你就要輸出 你就要輸出 那如果今天 隊友在幫你扛的時候 你還在給我旁邊 不要玩射手 就這麼簡單 OK 你不適合 你不適合 我們這邊呢 一樣直接躲過他的溝 然後往前 點點點 點點點 點點 大絕 射一鍵 二技能 往前 點點點 點點點 變尷尬 然後呢 你後期換線 記得 你後期到 差不多你拔完第一座塔之後 你不一定要換線 你就是你 拔完第一座塔的時候 通常大家換線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去拔下一座 就是 凱撒路那邊的塔 那如果你今天凱撒路那邊的塔 已經拔掉的話 你也不一定要換線 但是在八分鐘之後 我會建議你換線 為什麼 因為八分鐘之後 你要帶著大團隊 來去打凱撒 你們懂我意思嗎 八分鐘之後 就是二階段的凱撒 就效益就很高了 OK 那這邊呢 被敵方打了一波反打 我們這邊一樣躲個勾 然後一樣射手 有沒有 隊友在扛 你就輸出 然後我們這邊二技能往前 然後瞬移往前 點點點 點點點 點點 就是這樣子 看到人就是跟他消告 然後隊友在幫你扛 你就記得 負責輸出就好了 射手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反正記得 前期如果你是一隻很廢的射手 前期很廢的射手 記得找你的輔助來cover你 那到後期的時候 你要記得跳出來 OK 這邊敵方直接給我出來 然後這邊好險有個凝霜寶珠 直接抵擋掉他的這個 瞬間爆發 不然我剛剛是會死的 因為那個納克出全攻的很痛 然後我們這邊呢 一樣直接跟著大部隊走 射手不要自己單走 射手不要自己單走 就是你要記得跟著你的大部隊走 尤其是如果你今天譬如說你的 你隊友的龍 譬如說二凱好了 你今天來做示範 二凱好了 他如果是放商務 那你就跟著隊友一起走就行了 OK 那我們這邊呢看一下 要等那個兵禁我們再開大決 OK 等兵禁然後再開大決定到 然後先讓隊友先進去 一樣 我們先把塔給點掉 我們先把塔給點掉 然後拉一下 隊友又被勾到 完蛋了 這一波可能沒辦法 但是沒關係 我們轉個鐘 然後轉一下塔 想要偷點 但是我發現 嗯 不太好 因為敵方要夾過來 如果我們任何一個人被勾到的話 我們就輸了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 加速繞幹 直接加速繞幹 因為敵方要包過來了 敵方要包過來了 然後這時候你就收收野區 收收野區 隊友不會怪你 認為什麼 這時候隊友不會怪你 正常來說啦 如果你到垂戰的話 隊友不會怪 就是收收 記得收收你的野區 反正你的隊友死掉了 那 你不收的話 也是隊友 也是被敵方給吃掉 然後這邊中午的失誤了 那沒關係 我們一樣 先把野區收掉 好 先把野區收掉 記得 收野區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如果你今天 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你的搭也死了 然後敵方要衝過來了 就是你們今天團戰輸了 然後你想要收野區 然後你被隊友罵的話 那沒有關係 那沒有關係 就是 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 嗯 一隻狗在叫 不是 你就 你就大概知道我的一生 就是 他可能不理解遊戲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那個童犀放在那邊 暗眼沒有人要吃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把它吃掉 你就把它吃掉 聽叔叔的 聽叔叔 你就把它吃掉就好 我們反正 水灘 基本上你到S牌啦 水灘 SS啦 一定都是這樣子打 然後像這種戰局 有沒有 你看到敵方肉頭 你就大概猜 大概猜他會去做什麼 像剛剛那個 他一定會去偷那個紅buff 因為紅buff一出 我們剛剛看到 納克肉頭 那他一定會去吃紅buff 然後納克又是一隻 手很短腳 所以我們就直接往紅buff那邊 這個大絕 那這個 偷到紅是賽道 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它攔截下來 就是把它定下來 然後 讓那個 我的熊貓去把它給殺死 然後記得後期的時候 記得要切裝 然後你切裝的時候 因為 我們 拉威爾 我們會出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嗜血弓 我們會出嗜血弓 所以呢 如果你要換成那個什麼 冰塊的話 你要換金球的時候 記得你要把你的四血弓給賣掉 這是一個換裝的村群 然後這邊他敵方 直接閃勾 有點失誤 我們這邊呢 拉一下 拉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的大 我的二技能 直接成功 抵擋住敵方 夸克的勾 不然剛剛可能會一面崩 不然剛剛會一面崩 然後這時候呢 敵方還有一次二凱 所以我們慢慢處理 這時候敵方掉大點 我上次說過了 14分30秒的時候 就是大點 這時候敵方請 一個滾 直接輸我們一路向北 一個二技能 直接霸體 他想請我也沒有辦法 然後順 加上順 這時候呢 來呢 各位 敵方掉大點 然後我這邊支援他一下 想要來去射一下那一隻 這裡 一個大絕 各位 沒中 好 沒關係 我以為會中 好 沒關係 我們去吃大鎧 我們去吃大鎧 這時候呢 敵方絕對不可能跟我們搶大鎧 為什麼 因為他主要輸出位都沒了 他主要輸出位都沒了 如果他來跟我們搶大鎧 他也是虧 就算他搶到他也是虧 為什麼 他一定要死 他一定要死 因為我們人員多 他一定會被我們追 所以這時候你就直接吃 就直接吃 不用管 就是他如果死掉 我跟你講 他就算搶到大鎧 這是15分鐘的大鎧 所以也沒有用 OK 然後我們這邊呢 看到 欸 他這邊 好 在這邊想要嘻哈哈 那我們就預判他的路線一樣 直接過去 然後二技能 一技能加速 然後他這邊切磅 放好廢話 這垂涎草 然後他再切 他這裡直接一個三換 但是 沒有辦法 他只有一個人 所以我們就直接 把他給成功帶走 然後龍就直接放中路 那 以 正風方來說 我們吃大鎧 是很有效益的 但是 以逆風方來說 如果他吃到大鎧 當然還是有效益 但是他就是拖時間 但是如果他的人頭 被我們給收走的話 其實他還是虧 因為我們可以直接把大鎧給清掉 但是他就是可以拖時間 OK 我們這邊呢 瞄著是敵方的擠 但是很可惜沒有中 他直接一個一技能躲掉了 那我們這邊一樣 繼續往前點 然後開個二技能 然後這個二技能有點多餘 但是沒關係 我們直接用走位 走掉這個敵方的那個什麼 那個夸克的勾 然後一樣 射手位 站在後面一點 記得 你的陣線 站在後面一點 我們這邊直接開個一技能二技能 然後開個視界光 直接一路吸到底 有沒有看到 敵方控制 通通吃光光 全部點死 直接 帶走這一場 這個就是 拉威爾的打法 記得 帶上你的輔助 不然拉威爾錢錢很費 不然拉威爾錢錢很費 然後呢 總結就是 各位 記得 你如果今天遇到敵方控制技多 拉威爾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 一樣 就算敵方控制技多 對 你可以二技能霸體 大家都知道 問題就是 他的前期 還是需要隊友幫忙 所以 你盡量要call隊友過來 那 如果是在 我知道比較下面一點的排位 隊友不會過來 所以 這時候就不建議你玩那種 這種角色 因為這隻腳車是需要吃配合的 很吃你的隊友 你可以看到前面薩尼一直幫我 因為他也懂遊戲怎麼玩 他也知道說 我前期一定會被那隻金給壓爛 如果他讓他放任我這樣子兌現的話 我雖然可以躲夸克的勾 然後勒 我躲掉之後那隻金滾過來 砰砰兩槍我的頭就破了 對吧 我一樣會被他做壓制 但是他就是過來cover我 所以你才會看到 有時候直接聯賽 為什麼我們都會講三人線 三人線 因為我們要把三個人做一個組合 就像是今天如果你下路出了一個兔子 那你的中路跟輔助就要盡量出強一點 而且你要盡量跑線 前期就要出強一點 然後盡量跑他這一路 不然會爆掉 你放任那隻兔子他就是死 一樣的道理 你放任我斯拉威爾在那邊跟緊對線 我就是死給你看 OK 所以這隻角色 之所以會比較冷門的原因 我覺得 我是覺得有原因的 因為在 嗯 他前期確實不強 那如果你今天在比較低派位的話 我不建議你玩 但是如果你在 比較上面一點派位的話 他是可以使用的 他可以counter 那些控制技能的角色 不管是 夸克的勾 不管是 呃 兔子的 喔對 他也 兔子 如果兔子今天 不要過來 欸 勾標流有沒有 二技能擋掉 就算他直接把那個大象給ban掉 對我們來說也沒有差 我可以直接二技能擋掉 我就一路往前點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大絕 我盡量 大絕就是預判啦 那你就是 看自己的經驗 OK 本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 拉維爾是一隻 在低端場不能出 但是呢 在高端場 可以出的 特化型 counterpeak 控制技能 的射手 我們 現在看到 下期見 掰掰